美国大概排的最低税收 最低福利的地方 德州尤其是没有州税 加州有19%的州税 大概一二十年来吧 加州往德州就移民了 可能有三四百万人 就是受不了加州这州税高 我宁可低点福利 我生活先好起来再说 于是都往德州去 所以德州是这么一个 强大的共和党的大本营 所以大家看看德州出产的总统 不但是共和党 而且是共和党里面 特别特别保守的 之前咱们讲过艾森豪博总统 这叫All Guards 他现在叫T Party 就是不但是共和党 而且是保卫美国传统价值的 最老派